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面呢 为了要让大家能够在学习服务上面 比较没有什么数学上面的障碍 所以我们特地呢 在这个时候呢 预备了一点微积分的简介 那我本身呢 是物理系的教授 我名字叫周雄 周公的周 高雄的雄 以下是我的电话 07525 2000 转 3722 假设各位呢 看了这个录影带有什么意见 或者是有问题的时候呢 你可以打电话给我 或者直接就找你们上课的助教 以及收课老师 他们都非常乐意的 给各位的一个 回答各位的问题 那我们这个微积分的简介呢 我们会分成以下这几个section 第一个 当然就是先从微分开始介绍 我们会从定义的试词开始 教导大家如何来进行一个运算 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并不进行非常严格的数学验证 我们的目标是要让各位同学呢 懂得什么叫做微积分 初步上面的运用 更加深入的一些数学上面的计算呢 或者是学习呢 我们就留给微积分啊 做完整的介绍 我们也稍微介绍一下怎么来求取一些极值 像极大值或极小值 我们也会跟各位来介绍太乐展开式 那这个展开的内容是怎么样 你怎么样在什么地方可以派得上用场 再来呢 我们就会介绍各位 什么叫做积分 这里面分为定义式 OK 什么叫做积分 它本身的原理是什么 那我们怎么样来运算 那积分呢 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积分 那我们会将在服务上面能够用到了 四个简单的技巧呢 完全教给大家 让大家学会了这个之后呢 基本上 未来在积分上面呢 不应当有任何太大的问题 有的时候我们会牵扯到多重空间 那这个时候都要用到多重的积分 我们这边也会稍微的讲一点点 那紧接着呢 因为很多的地方 我们都从牛顿力学开始 我们要解除它的运动方程式 那我们要用到一点简单的微分方程 我也会跟各位稍微的介绍一下 最后面 我们的坐标系统 并不会只单纯的限制于这个卡式坐标系统 我们也会进入求坐标系统 急坐标系统 以及助坐标系统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几堂课 会讲的所有的内容 所以请各位同学呢 回家好好的看 好好的预备 那我相信对未来啊 各位的学习一定会有所帮助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从微分开始 OK 或者我们称之为导函数的开始 那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要先各位来介绍一下 这个微分到底是什么定义 OK 那在这个介绍定义之前 要跟各位介绍一个什么叫Limit Limit其实就是个极限的意思 你非常非常非常靠近一点的一个极限 那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事实上大家都学过了 所以我们前面教了有一段啊 你大家会觉得非常熟悉啊 因为高中全部都教过了 那我们帮大家来稍微的复习一下 好 我们来看这边啊 有个图 我这边呢 稍微画了一下 OK 请大家来看看 假设我重坐标呢 是Y 横坐标是X 在这个图上面呢 我有个曲线 有个抛物线的曲线 它是跟在X的平方成正比的 OK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呢 Y of X呢 是等于X的平方 那么也就是说呢 它从0X等于0的时候呢 Y子是等于0 随着X的增加呢 Y子就开始增加 那我们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这个equation 写成Y等于F of X 它本身呢 就是X平方 OK 非常容易来判别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给各位来看看几样东西了 1 2 3 4 5 OK 我们在横坐标上面呢 把它分成五个片段 这五个片段呢 我们这边就是1 2 3 4 5 我们把5啊 延伸上去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点呢 事实上呢 在横坐标的这个点呢 这边是25 我们把2呢 画上来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4 1画上来呢 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1 OK 我们要有一个基本上面的一个认识 那我们现在就来 从这边来看看 我们怎么来呈现出这个极限的意义 我们来看看一件事情哦 我们来看看一件事情 当X在1跟5的中间 那么这个时候Y在什么范围 X在1跟5的中间 那么就代表Y呢 就在1跟525的中间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 我们所要看的这个范围呢 稍微把它缩小一下 缩小到2跟4 假设呢 我们X呢 是在2跟4的时候呢 那Y在什么范围 Y我们就发觉 它是在4跟16的这个范围 OK 就相当于我们看2跟4的时候呢 Y呢 就坐落在这个范围这边 假设继续我们把它的眼光缩小 缩小到 比如说呢 我们非常靠近3哦 2.9 到3.1的中间 那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时候你发觉 Y啊 它的分布啊 就会被限制在 8.41跟9.61的中间 对不对 好 我们呢 继续继续靠近 因为我们刚刚取的是 非常靠近的这两个点 我们继续往3靠近 假设我们非常非常的靠近3 是2.99了 那这个地方呢 是3.01了 各位可以看得到 非常非常靠近3 那么Y的有效的范围呢 就会被缩减到8.9001 以及9.0601 好 假设我们继续靠近 非常非常靠近 2.999 靠近到X 3.001 那各位 你就可以看得到一件事情 Y的范围啊 就会更加的靠近 怎么样 它就更加的缩小到 8.994 这是它的下标 上标呢 9.006 你可以发觉 这两个非常靠近的时候 这边也非常非常的靠近 OK 我们继续下来 直到最后面 我们可以这样子讲 当XP 逼近你到3 不管你是从 右边 逼近到3 还是从左边 逼近到3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说 Y呢 有个数值 叫做9 那么 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非常非常靠近3的时候呢 我们会得到一个9的 这个数值 我并不是说3的这个点啊 一定会有意义 说不定这边那破个洞啊 那也说不定了 说不定呢 这个数值是在什么地方 那你还是可以非常靠近他 所以这Limit的意思就是说 好像我这边是个悬崖 虽然说我过去 我可能会摔死 但是我可以无限的靠近他 我永远不会掉下去 那我一样有个数值 那这种逼近的方式 我们就称之为Limit OK 那我们呢 在书写上面 我们要怎么写呢 我们就这样子写 假设呢 我们呢 有个函数 然后呢 我们将Fx呢 其中的这个x 我们呢 让它写个Limit Lim 让x 逼近到某一个数值A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极限值 叫做L 比如说在我们目前呢 假设A是3 那L就是9 这个就是代表 Fx的极限值 靠近A的一个极限值 OK 我们从这边啊 就可以非常简单的 来来看待 我们不管是从左边 非常逼近3 或从右边非常逼近3 你看这边从左边 非常逼近3 这边从右边 非常逼近3 并不是代表说 3上面的这个这个点 一定有意义 OK 未必代表这个事情 但是你会有极限值 OK 好 假如说 我们有个函数 叫做连续的函数 Continuous 有个函数是连续的函数 连续的意思 它没有中断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图 假设呢 这个点呢 根本就不在这边 其实这个地方是连起来的 那么你就可以发觉一件事情 在这个极限值的下面呢 你一定可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当你把X渐渐的逼到A的这一点的时候呢 它的值就刚刚好等于在A上面的 这个F函数的数值 这个叫做连续 那要是像那个方式呢 那就不连续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这个图稍微画一下 让大家有个概念 比如说这边是X 这边是Y 那我们要是有个函数啊 类似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说 每一个点都有意义 而且呢 它逼近的结果 逼近任何个点呢 都会等于 在该点上面的数值 这个叫做连续的函数 那么假设有个东西是这个样子 我们举个比方 比如这个到了这边之后呢 它不包含这个点 这个点啊 跑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降了下来 OK 请问一下 假设X是分布在A跟B的中间 我想问大家 这个连不连续 大家根本就想都不用想 不连续啊 但是呢 我一样可以从这个地方 非常非常非常逼近 逼近到这个点 我一样有个数值 我可以从这边 非常逼近逼近 逼近到同样的这个点 X0的这个点 我也一样会有个数值 只不过从右边逼近 跟左边逼近 得到不同的数值 如此而已 OK 那假设是这种状况 我们就称之为 不连续 Discontinuous 或者呢 在某种状况下面呢 我们可以叫做 Peacewise Continuous 就是什么 片段连续 这个虽然说不连续 但是你告诉我 这一段连不连续 连续啊 因为每一个地方呢 比如说这个数值 你逼近它 从左边右边逼近它 就等于在这点上面的数值 同时呢 你逼近到两个端点呢 都会有极限值 而且是有限的极限值 并没有发散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面 也就你可以将一个函数呢 分成很多片状的 一段一段 每一段都是连续的话呢 那么这个函数就称之为 片段式的连续 OK 让大家了解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看下 有没有什么函数啊 它本身并不是连续的 OK 好 我们已经说过 假设函数是连续的话 它会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所以我整个完整的写下 if if a function f is defined 它是有意义的 有定义的 而且呢 continuous 它是连续的 在所有的变因 比如说它变因是x 里面的话 它都是连续的 而且是有意义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说 limit x趋近a的f of x呢 就等fa 有什么函数不是呢 假设有一个函数 f of x 我们叫做g of x 它怎么样 is not continuous OK 或者呢 not defined 没有意义的 at a 在a的这个地方 的这个点 比如就好像说 我讲了x0的这个点 好了 在x0的这个点呢 它不连续 或者是它没有意义 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叫做不连续 什么叫做没有意义呢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好不好 假设有个函数呢 你把它写成 size theta 除以θ 请你告诉我一下 这个函数 在什么时候没有意义 有一个时候 当θ变成零的时候 没有意义 因为size theta呢 在零的时候是零 θ在零的时候也是零 零分之零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所以呢 这个时候 它本身 没有意义 OK is not defined at theta 等于零 OK 或者呢 我们有另外一个函数 比如说 这个函数是x平方 减掉1 除以x减1 这个函数什么时候 没有意义 同样的 当x等于1的时候 因为1减1等于零 分母等于零 哪有什么意义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也是not defined 在什么时候 x等1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虽然说 它没有 在这个点上 没有定义 但并不是代表说 在这个点上面 没有趋近的值 我到了这个悬崖 我会掉下去 但并不代表 我非常非常非常 靠近它的时候 就会掉下去 没有这个道理 OK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求取 它的极值啊 就要用一些不同的方式 来求取它的极值 OK 所以呢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要用另外一个方式 来求取它的极值 好 我们来看看 刚刚的这个例子 假设呢 我们现在指的是 有个函数limit 我们把它逼进到1的 g of x 假设这个呢 g of x呢 就是刚刚前面那个黑板上面的 x平方减掉1 除以x减1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简单 我们先将分子的地方 把它分开来 那分子的地方呢 一看因式分解 会变成x减掉1 x加上1 除以x减掉1 这个时候你一看 你一发觉 上下都有x等于1 消掉了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代表一件事情 它会变成limit x减1的 x加上1 这个时候有没有意义 x本身x加1 在任何地方都连续 所以它是不是相当于 你xb减1 就把x用1来取代 它变成1加1 就变成2 那这个时候 我们limitation 就可以算得出来 OK 就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意义就可以了 好 那有了这个limitation之后呢 我们要开始来介绍 什么叫做评委分 在开始介绍之前呢 我们要介绍给大家一个 一般平常上 你可以认识得到的 一个现象 那现在呢 我们要把一个现象呢 用图表把它画出来 那画出来的时候 你要如何来呈现它呢 我们来看一件事情 OK 好 那紧接着呢 要跟大家讲 什么叫speed 速率 OK 速率 假设我有个指点 我可以在这边上下跑 OK 上下 假设呢 这个叫做Y 那么它可以跑上 也可以跑下 当然它在跑的时候 刚可能可以说 一开始在这个地方 后来渐渐往上 又停下来 渐渐往下 又停下来 渐渐又回来 你在上面可以变来变去 随你所要的 那 每一个点呢 都会有相对有个时间 你去的地方 好像呢 我们从这边出发是12点 到了台南呢 可能是1点 到了嘉义呢 到了台中可能是2点半 我们每一个时间 就会有个位置 那是不是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呢 我们将Y画在这边 然后我们将我们的时间轴啊 画在这边 假设时间那个0的时候 它在这边 那随着时间的增加 它越往正向走 正向走的 比如说到了这个时间的时候 它刚好走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它就开始回头了 到了这个时间的时候呢 它又走回原点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讲 它的进程 它又走回原点了 它的点在怎样 继续呢 到了下一个时间的时候呢 它跑到这个地方来了 到这个时间的时候 它可能跑到了这个地方来 假如说 我们将这个呢 图形呢 把每一个位置 每一个时间所在的位置 画起来呢 它看起来有一点 类似这个样子 所以说不定它会有其他的跑法 我们随便画一条曲线 就从这边可以看得到 这条曲线呢 本身是Y呢 跟着时间有关系 每个时间上不一样 它有不同的高度 所在的地方 我们画起来好像一个二维的 但事实上在这边呢 真正的行动呢 只是一维的运动而已 OK 那我们从这边呢 就稍微有些概念 那么在这个概念的本身呢 我们要了解几件事情 这个图啊 我们要稍微适应一下 假设这是T 这个是Y 假如说我们有个图呢 它上面的线是要水平线 水平线是什么意思 时间一直前进 它的高度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就代表这个东西啊 根本就禁止不动嘛 对不对 好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个 假设呢 我现在呢 可以是这个样子 或者是这样子 这是第一条的曲线 这是第二条 这是什么意思 这代表说随着时间的前进的时候呢 它的位置啊 一直往正向跑 你看时间一直前进 它是不是一直往正向跑 这个也是一样 时间一直前进的时候 一开始在这边 一直前进的时候呢 它一直往正向跑 所以这个是什么 往前的运动 对不对 但是这两条曲线什么意思 第一条 跟第二条有什么意思呢 第一条的意思就是说 时间经过的很长啊 它是往前跑动一点点而已 那这个呢 时间前进同样呢 它跑动很多 那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第一条线跑得比较慢 第二条线跑得比较快 所以呢 这个是慢速 这个是快速 对不对 非常很容易理解 那么假设呢 我现在呢 的曲线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第三条 这个是第十条 你告诉我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时间前进的时候呢 它的位置啊 一直往远点回来 这个也是一样 本来在这个位置 时间往前前进的时候呢 时间一直前进 它的位置就一直往回跑 所以这个是什么 往 复向 运动 那么 三跟四有什么差别 一样 三比较慢 四比较快 所以我们以这个眼光来看的话 虽然说我们这个图表 表的本身呢 画的是位置 随着时间的关系 但是从这个地方却看得出来 谁跑得比较快 谁跑得比较慢 所以基本上我们从这个眼光来看的话 它的斜率 就代表了跑得比较快还是比较慢 一 一比较平 斜率比较小 所以它是属于慢的 二呢 比较陡 所以它斜率很大 代表它比较快 同样的在负向也是一样啊 这个斜率呢 是微微的负 这个是非常负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斜率代表的是什么东西 是速度 是速率 对不对 好 所以一个图形上面 虽然说代表的是位置跟时间的图 但是它的斜率涣散过来的 却是代表一个速率 OK 好 我们大概有个了解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速率上面呢 我们可以分平均速率跟顺时的速率 什么叫做速率 速率的意思就是说 你经过一段时间 你每单位时间 你刚开始T1 后来变成T2 你的位置跑动了多少 你到底跑动了多少 这个叫做平均速率 所以呢 这个呢 假设我们画张图来看的时候呢 它就有点类似这样 这个时间 T1的时候呢 你在这个位置上面 时间在T2的时候呢 你的位置在这 那这个时候的高 的位置是Y2 OK 那也就是说相当于T2-T1 T2-T1 是不是这个长 这个的长度 对不对 这个的长度 Y2-Y1 是不是这个的高度 这个来比上它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事实上 你画的呢 是 这条线 的斜率了 这个高度 比上这个宽度 这个就是斜率了 对不对 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呢 平均速度呢 是斜率的意思 只不过这个斜率指的是两个点当中的斜率 所以呢 这当中呢 你不晓得是怎么样 你可以计算出平均速度 我们在高雄的时候 可能是12点 到台北是5点 跑了300公里 或者400公里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说 这边差是400公里 花的时间是5个钟头 400 除以5 你得到80 这个时候是你的平均速度 不管你 是不是加以开快一点了 到了远引是不是塞住了 到台中又快一点了 这是完全不管 平均起来的结果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叫做平均速度 好 有一个叫做instance instant speed instant speed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假设你的位置跟时间的关系是假设呢 你真正在跑的时候呢 你的路径是什么 我不要画成这么复杂好了 我画成一条简单的曲线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那么我们就说 在这个时间点 这是T1 在这个时间点 这是T2 这两个点呢 你可以说 一开始的位置在这边 这边是嘉义 到了这边之后呢 可能是新竹 你把这两个距离 除以 这两个的时间 就得到这当中的平均速度 是这条蓝色线 平均速度 假如说我将这个时间啊 一直的T2呢 一直往这边靠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呢 我叫做delta T 时间差 我T2一直往这边靠 一直往这边靠 假设我T2 靠到了这个地方 T2移动到这个地方 各位你可以看得到 它的平均速度啊 变成这个斜率 你就发觉 蓝色跟绿色的斜率 是不一样的 蓝色比较慢 绿色比较快 OK 然后呢 一直靠近 一直靠近 靠近到T1呢 几几乎顶到它呢 你得到的呢 就是在这个T1上面啊 的一个斜率 这个切线的斜率 OK 那 切线的斜率 就指的在这个点上面 它这个时候 它的速度是多少 所以呢 假设我们要来 写出equation呢 我们就说 速度本来就是 单位时间的位置的差别嘛 单位时间不就是 两个时间的相减吗 位置的差别不就是 0Y2-YY吗 但是 现在我把它 B进到某个点 Limit T2 B进到T1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得到一个 顺时的 一个减 的一个速度 或者 有些时候 我们不喜欢这样子 我们喜欢的是 把这边叫做 Delta T 那 假设这段叫Delta T 那么 这段的高度呢 就叫做 Delta Y 就高度差嘛 那 这个就是高度差 这个 就是时间差 你Limit Delta T 区均引力 就是 顺时的速度了 OK 这样子写 就可以了 好 那假设说 我们按照这样子 来看我们先前的 那个例子 这个例子 假设 我们的 位置 Y 可以用这个函数来表示 应该是说 我们可以用的是 Y over T 是跟T的平方有关系 但前面可能有个常数 我们就说K好了 K是一个常数 OK 所以它不随着时间改变 T呢 就是时间了 那么请问一下 它的速度怎么样 假设你画个图的话呢 这是T 这是Y 你发觉一件事情哦 它的曲线是这样子 这代表什么意思 一开始的时候呢 你增加一个时间啊 它是往前前进一点点 再增加一个同样时间 它要前进多一点点 再增加一个时间 它要前进更多一点 它每次的前进呢 单位时间前进量都比较大 都比前一个来得大 我第一步呢 可能30 0.5公尺 第二步呢 可能就0.7公尺的 第三步呢 可能就0.9公尺的 我越来跨的幅度 越来越大 OK 那请问一下 每个时候的速度是多少 我们晓得速度只是个斜率 假设这一点的速度 这个时间的速度 就是这一点的切线的斜率啊 斜率算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这一点的斜率 这一点的速率呢 顺时的速率呢 就是这一点的斜率 算出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怎么样 得到一个方程式 可以知道 那斜率到底是怎么变化 随着时间怎么变化呢 一开始这边比较慢 后来越来越快了 我们怎么来表达这个事情 很简单的 我们就从这边来看 第一件事情 你走多远 也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在Delta T的时间里面 你走了多远 这不就是速度吗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要这个Delta T Delta T 你走多远 那走多远的意思 你要有后面的位置 剪掉前面的位置 所以呢 是不是相当于怎么样 Y 一开始是T的好 那你要加上一小段时间 剪掉原来在T时候的位置 那这个就是你所走的距离差 那假设是这样 我们把它带进来 这个会变成什么东西呢 各位看看 这个呢 Y本来是KT平方 你现在T呢 转换成T加上Delta T 是不是K乘上T加上Delta T 这整个才叫做这个T嘛 的平方 剪掉后面KT的平方 那这个可以把它展开来啊 K乘上T平方 再加上2 2 前后相乘 T乘上Delta T 再加上Delta T的平方 剪掉KT平方 这一算的时候 你发觉KT平方 跟后面KT平方 一个负的 一个正的 削掉 所以呢 我们这边就可以等于什么呀 我们一个K 乘上 你发现这边有Delta T 这边有Delta T 对不对 2T Delta T 再加上Delta T平方 好 这个就是Delta Y 请问一下 你总共经过多久了 经过Delta T 所以这个时候 你任何一个时间的速度 可不可以算得出来 当然可以了 它就是等于Delta Y 除以Delta T 然后Limit Delta T 区均于零就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时候 写法很简单 你就写Limit Delta T 区均于零 上面的这个 K 2T Delta T 再加上Delta T平方 除以Delta T 你将一除了 发现这边Delta T 跟上面的这两个 互相消掉 你就只得到了 什么东西 Limit Delta T 区均于零的 2KT 2KT 加上 K乘上Delta T 当Delta T 你一看这个地方呢 Delta T 第一是你要把它 逼进一道零的 K是常数 常数成到了一个 非常非常靠近零的数值 那它自然就 非常非常小 前面呢 跟Delta T没关系 所以呢 前面的数值 一定会比后面大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 怎么样 我们就只剩下 前面这个 它得到的结果 就是2KT OK 好 2KT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 又有个记得 所以呢 相当于它 变成它 我们可以得到2KT 那有的时候 我们在写的时候啊 我们啊 不喜欢啊 写得太复杂 这个我们知道 是顺势数的 我们在数学上面 希望这样子写 我们希望求它的导导导数 Derivative 我看看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就说 你让Limited Delta T 趋近于零 Delta Y Delta T 的这件事情 我直接用一个数学来表示 叫做Delta Dy Over Dt OK 这样子 我就可以将这个意义啊 把它写下来 也就是说 在这个状态下面 我会说 V的本身 顺时速度的本身 就是Dy Over Dt 就这么好玩 OK Dy Over Dt 所以呢 我们来看看一下 我把这个呢 稍微擦掉一下 重新 我们Y在这边 那V呢 就有点Dy Over Dt 请大家记住一下 一开始的Y 它是T的函数 当你对它做一阶导函数的时候呢 它经过这些运算会等2KT 2KT 看起来好像有个很好玩的地方哦 好像你对它做这个导函数的时候 是不是很类似你把这个2啊 提到前面来 是不是变成2K 然后呢 后面呢 这个2啊 就下降一阶 2减1就变1了 好像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 很大胆的来想想看说 是不是这个地方 我们要是说是K T的N次方的话 那下面是不是可以写成N 乘上KT的N减一次方 可不可以这个样子 好像很好玩 好像可以耶 对不对 请各位回家做做看 你就可以发觉 它果真是可以这个样子做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看 这边教导给各位的 只是一个固定的 只是一个固定的 一个简单的 这个POWER POWER LAW而已 T的N次方 它的微分就在那里 N乘上T的N减一次方 就是这个样子 那是复杂一点的函数怎么办 复杂一点的函数怎么办 所以我们现在啊 要用一个简单的图解 来告诉各位一点东西 OK 所以我们刚刚学的呢 都是画位置图而已 那我们要是知道它的速度 我们能不能画出 它速度的图呢 也就是说 假设我这边有一个图呢 这个是位置 对时间 那我可不可以画出 另外一个图出来 它是什么东西 顺时的速度 对时间 速率 那这个意思 它本身就等于 DY over DT 我能不能这样画出来 当然可以了 所以请大家来看一看 假设我原来是一个 对角线的线 这什么意思 当时间等于连的的时候 我在原点 时间增加的时候 我就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位置一直往上跑 所以画出一条斜线起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回推啊 在时间为负的时候 那是不是 你就越远离我 越负 你就越远离我 越往下面跑 对不对 那你要看看 假设它的斜率是一定的 那得到只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怎么样 那就是我这边的斜率呢 不随时间改变 你时间增加多少 它就位移多少 再增加一点 它又在位移同等的分量 你发现它速度都没有变 所以在速率对时间的土上面 它相当于一条直线而已 好 我们再看看下一个 假设呢 我们有个是这样 这是T 这是Y 假设我们现在是这样 时间等于负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它在这个位置 随着时间的往0的地方前进 它一直的回来 一直的回来 直到时间为0的时候 它刚好回到原点 画一条直线 时间再继续前进的时候 它又开始往正的地方跑了 所以又可以画出另外一条 直线出来 那我们肉眼一看就知道 它们斜率都一样的嘛 对不对 只不过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这个斜率是正的 斜率是什么 大家不要忘掉 把两个时间点的差距 后面的剪掉前面 后面地方的高度 剪掉前面地方的高度 也就是高度差 除以时间差 这个高度差是正的 对不对 时间差也是正的 所以这个地方斜率是正的 这个地方呢 时间末了在这边 起初在这边 我的小指头呢 小指头是起始 这个是末后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减掉 它的时候呢 得到是一个正的时间差 但是高度呢 末后的高度是零 起初的高度是一个正值 所以零减掉个正值 会得到个负的高度 负的出于正的 你就会得到一个负的斜率 所以我们的斜率图上面 所呈现出来的 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数字 OK 好 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看一下 假设我们的图形啊 非常好玩的 特别 它是什么样的图形呢 它是几几乎是一个半圆形 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当时间等于 负的这个点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指点啊 在零的位置 因为这边划过来的 高度是低 随着时间的增加 OK 它就越往正的地方跑 当时间跑到零的 这一点的时候呢 它跑到最远 跑到这边 时间再继续前进的时候呢 它又开始回头走了 又开始回来 一直回来 一直回来 一直到时间为这个点的时候呢 它完完全全回来到这个点 所以假设这个是 几乎是一个半圆形的话呢 一看你就知道 每个地方的顺时速度 是不一样的 所以假设我们来画一个 时间对 速度 顺时速率 的图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画呢 第一个 简单一点先从上面看 时间等于零的时候告诉我 斜率 横坐标是零嘛 因为呢 这边的时间重视有差 也没有高度差 所以没有零 除以有时间 还是零啊 所以这一点呢 它的速率是等于零 然后这个地方呢 越往复的地方呢 它越来越出现一个斜率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有个正的斜率 一直到这个地方呢 基西物它的切线就是垂直了 垂直是什么意思 时间只要动一点点啊 它的位置的变化 几乎是无穷大 那就代表无穷大嘛 对不对 因此呢 这个点的时候呢 我们有无穷大的速度 那是不是代表着 我们的斜率啊 可以这样子画 然后再过来呢 再过来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又开始出现负的斜率了 一直到这个点呢 哇 这个斜率也是无穷大 既然你是从零渐渐变到负 那当然越来越负 越来越负 最后变成负的无穷大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图上面呈现出来 就类似一个负的无穷大的一个 抱歉了 这边画得不太漂亮 再画一次 OK 我们就呈现出这种速度的图 所以有这个图之后啊 很多事情啊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 我们要把它做的比较好一点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一下 我们怎么样来 做几个特别的函数 它的导函数的数值呢 我们要怎么来做 我们来介绍几个三角函数的导函数 OK 这个呢 我们直接画图就好了 三角函数的导函数 看看到底是怎么样 好 三角函数 我们就来看几个 我们就看三根口三就好了 其他呢 我们自己来推就可以了 好 我们先把sine画出来 假设这边是theta 那这边是sine 那我们希望的sine呢 看起来是类似这样子 OK 不管漂不漂亮 将就一点 好 这个是个sine 我们知道theta等于零的时候 它是等于多少 零 theta等于二分之π的时候呢 它又最大值 theta再等于π的时候呢 它又变成零 theta又等于二分之三π的时候呢 它又等于负一 theta等于二π的时候呢 它又恢复成零 OK 所以从这边呢 我们很容易看得到 这是正一 这个是负一 OK 我们呢 我们呢 现在开始 把它的邪律 画一画 我们看看 它会像什么东西 好不好 我们把几个点呢 先做好 虚显 OK 画的不是很均匀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稍微啊 这样子弄一下 好 各位看看 在二π 抱歉 这是二分之π 二分之π的这个点 它的邪律多少 你就在这个点的这个位置 画一条邪律 你发觉这一点的邪律是零啊 因为它是水平的 所以这一点啊 它的邪律啊 零 在这一点的时候呢 那邪律也是零啊 对不对 非常容易判断 所以它也是零 那你看看 从这个地方开始 它就要开始渐渐的怎么样 往右边倾斜 右边倾斜意思就是 邪律是负的啊 负到什么时候 负到π的时候 它有最大的邪律 负的邪律 然后间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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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比较没那么负了 有拉整平的 所以在π的这个地方 有最大负的邪律 最大 在这边 那前面这边呢 π的这边跟它来比对的时候呢 其实是很像的 因为假设你把尾巴画起来 好像后面还有一段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最正的一个邪律 所以这一点呢 它大概是在这边 那这个又继续过来的时候 这一点其实跟这一点一样的 它又最正的一个邪律 所以画起来的结果呢 各位你会发觉 它长相就是这个样子 OK 要是看不太出来 我把它延伸 各位 很容易看得到 上面这个要是 下面这个是什么 就是cosin theta 也就是说 这个cosin theta在零的时候是一 二分次π的时候是零 π的时候是等于-1 完全exactly一样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 sin theta 除以记住 你现在的变音呢 是theta就要抵theta 前面的变音是t就要抵t OK 那么它会等于什么 cosin theta 很好玩 那反向呢 那我们在这边再画一下 theta 我一样分成数段 OK cosin 它看起来就像这样 OK 它就会这个样子 所以我把这个线啊 先画下来 好 我们再来看看 theta的零的时候 这个点的斜率是什么 水平的 就是零 这边是二分之π 这是π 这二分之三π 这是二π 另外一个为零的呢 斜率啊 在这个地方 这边也是为零 所以π的地方也是零 当然你说这边也是为零 没有错 这是二π的地方 也是为零 再来呢 过了这个地方之后 过了theta的零之后 你会发觉这个斜率啊 开始渐渐渐渐的往右下方倾斜 一直到二分之π的时候 有最大的斜率 因为在过去之后 它又要渐渐拉平啊 所以二分之π 有最大的斜率 而且是负向的斜率 对不对 负向的斜率 所以呢 我们得到的是在这边 这个数字 到了这边零 那这个地方就变成正向最大的斜率 所以你画起来得到的一个结果呢 就是这个函数 这个是什么东西 各位看看 这个函数 跟上面这个函数 有什么差别 在零的地方 它也是零 在二分之π的时候 这个是正的 这个是负的 高度一样 再等于π的时候呢 两个都是零 再等于二分之三π的时候呢 蓝色是正的 黄色是负的 所以呢 这个跟这个 只差一个负号 所以下面这个会等于什么 负的 sin theta 上面那个是什么 cos theta 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就得到一个cos theta的微分呢 的导函数呢 会在那负的 sin theta 那非常的棒 那现在呢 我们将几个结果 稍稍微的 把它写在这边 让大家 有个概念 OK 我们将我们所学过的这个东西 稍微整理一下 第一个 就是导函数的定义 就在这边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它写在那边 derivative d y 假设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常数 乘上t的n次方 它经过t的微分之后 它会把n移到前面来 乘上k t的n减一次方 这是我们刚刚学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假设n等于0 n等于0 n等于0的状态下面 是不是代表着说就没有它了 我们只有一个常数 常数 就代表t乘上0次方 所以当一微分之后 一导凡数之后 0就跑到前面来 0乘上什么东西 通通等于0 没有 所以假设是t k t t的一次方 所以你拿下来的时候 是1乘上k t的一次方 变成t的0次方 0次方就是等于1 所以假设是k的平方 你得到是2 k t的一次方 问大家一下 假设我现在是t的 2分之1次方怎么办 你怎么办 简单啊 照算啊 2分之1 t到前面来 2分之1 k t 上面呢 一定要减掉1 是不是2分之1 减掉1 你得到等于什么 2分之1 k t的 负2分之1 假设这个你写出来 看不太懂 你写成这样子 你应该知道吧 那么这个呢 就会得到 2分之1 k的 更好t分之1 ok 好 这边呢 下面这几个 只是上面 这重要式子的 一个演示而已 再来呢 我先把这个写成黄色的 好不好 这样子呢 大家看起来 比较知道 哪一个是公式 ok 哪一个 是一般的 好 那么再来呢 还有那边要学的 sine theta 假设对theta微分 你得到的是cosintheta cosintheta 对theta微分 得到的是负sinetheta 当然啦 我想问一下 那tangenttheta微分完之后 会变成什么 请各位自己稍微算一下 你很快就可以得得到 你想要得到的一些数字 好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它的一个基本的定义 还有一两个 简单的运算 但是常常我们函数 没那么简单 函数可能是由 组合而成一个 比较复杂的函数 ok 好像前面的x平方减1呢 就可以把它写成 x加1乘上x减1一样 那微分呢 导函数呢 有它的运算的规则 所以我们现在呢 把它运算的规则 写在这边 请大家了 务必把它记住 第一个 假设你有两个函数 假设你有u的函数 你有v的函数 我通通把它写成t好了 好不好 或者是v也是t的函数 或者呢 我们有个叫w的函数 这w的函数里面呢 是用t的函数来做的 嗯 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对不对 没有关系 待会儿我们会举例子的 好 我们来看看 假设有个函数 事实上呢 你一看就知道 它是u跟v的组合 我想我这个t就不写了 OK 其实我可以写t 可以写x 可以写θ 随便 所以我这边呢 就写u再加上v这两个函数 然后假设我对它做 时间的导函数 它会等于什么 因为这是加的 这个呢 它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就分开来v做导函数 之后再把它加起来 90了 就这么简单 OK 所以呢 这个请大家务必要记住 这第一个公式 第二个公式呢 是说 假设你有个函数 是u跟v相乘而来的 那我应该怎么算 我们直接讲结果 把它记起来 记住个口诀 前面不动 v后面 加上后面不动 v前面 前面不动 u v后面 再加上后面不动 v前面 这样就好了 OK 这样就好了 那这样一来呢 我很快地想问大家一个 脑筋急转弯的问题 假设我把两个相处呢 会怎么样 等于什么 可不可以算一算 OK 好 我把这个地方呢 这条啊 把它擦掉 OK 因为它会影响 我这边画下来 好 最后一个公式 你看它就只有这么简单的几个 一条 两条 三条 解决了 v分就基本上就解决了 假设我们呢 现在是这个w函数里面的变数是ut来当做变数 那这个时候呢 我来v这个w 要对t来v分啊 你v不到 因为t是埋在这个u的函数里面 那你怎么办 简单 我就跟剥洋葱一样 一层一层剥进去 既然我对付不了你啊 我先对付这个房子 OK 好像呢 我是大野狼 OK 我要对付你 但是我对付不了你啊 为什么 因为你埋在 你有个堡垒 屋子一样 我就先对付你的屋子 把那个屋子吹掉 然后我再来对付你 我就要怎么办 我就 先对付 你的房子 请你记住 这边是u了 把整个当做一个变数 之后 我再把这个u啊 这个时候再来对付你 就可以了 OK 好 我们呢 把这四个equation 记住了 然后我们来看 下面的几个例子 好 第一个例子 很简单的 假设呢 我们有个函数是x的四次方 再加上 抱歉 t的四次方 再加上 8的t三次方 这一看就知道 是等于这两个函数相加嘛 对不对 那那微分就个别微就好了 它是不是可以等于 the over the t的 t的四次方 再加上 the over the t的 8乘上t的三次方 这样就好了嘛 这个怎么微 t的四次方 前面常数等于1 微完分之后 4移到前面来 乘上t 本来四次方 4-1 变3 再加上 3移到前面来 3乘上8 乘上t 三次方 3-1 变2 4倍的t三次方 乘上2 加上24的t平方 解决了 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OK 非常简单 好 再来看一个example 我们有两个 相乘的equation 假设这个equation 它是这样子 x五次方 再加上7 抱歉 老师写出变数 t的五次方 再加上7 乘上t的三次方 再加上17 t 请问一下 你怎么办 当然简单的就把它乘开来 然后一项 乘开来就变成四项 相加嘛 每一项微分就可以了 或者是我们直接用这样子来看待它 用前面相当于两个函数的相乘 我们说 它很简单 那计算方法就是 前面不动 微后面 加上 后面不动 微前面 它是不是前面不动 微后面 加上 后面不动 微前面 对不对 那就很简单了 前面不动 照抄 后面这一微呢 三移下来 它相当两个相加 对不对 就两个分别微嘛 上面的这个技巧又用上来了 所以这边会变成三 移下来 t乘上三减一 变二 再加上 十七 乘上 因为t的一次方 乘上一还是十七 t的一次方 减掉一 变成t的零次方 就没了 就变成这样子 再加上 x的三次方 再加上十七t 这不动 后面这个微分呢 五移下来 五乘上 x的五减一 变四 再加上 七的微分 七后面是t的零次方 零一百下来 零乘上任何东西 统统都等于零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OK 非常的简单 好 那我们看看 这个例子 假设我们现在要微的 是这样子 t再加上t平方的平方 相当两个相乘 对不对 当然我可不可以利用这招 把它看成两个相乘的 前面不动 微后面 加上后面不动 微前面 或者是我用前面那招 第一招 把它全部展开来 然后再来做 也可以啊 对不对 但是我宁可用啊 我们刚刚讲的 叠汰的方式 我为的是t 跟t平方 就平平这个东西 包在一个房子里面 还做个平方向 我就先对付这个房子 我把它当做 某一个东西的平方 什么东西的平方 t加上t平方的平方 所以我就先 威 你的房子 然后 再对这个房子来威 你自己 就好了嘛 所以 这个 这整个加起来的 我把这整个呢 用绿色把它框 把它画起来 是不是 d 这个绿色的平方 overd 这个绿色的 那么 相当于 这整个是一个 变数啊 它一开始是平方 所以微分呢 2要移下来 乘上 原来自己 本来是二次方 像2减1 就变一次方 在乘上 我直接对你微 这又回到第一个了 对不对 相当于两个函数里面的相加 就个别相 个别微分嘛 t的一次方 一搬下来还是1 t的 1减1 变成t的零次方 就是1嘛 再加上 t的平方的微分 21下来 t的几次方呢 2减1 就t的一次方 2t 答案就是这个样子 马上就被算完 假设复杂一点点 一点点的东西 各位我们来看看 我怎么弄复杂一点点的东西 各位 我们把这个式子留着好不好 把这边这边这边这式子 先不要擦掉 假设我有一个equation是这样 d d over the t 它里面是side t再加上t的平方 好 请问一下 你怎么围这个 这很明显的就能看得到嘛 t跟t加上t的平方 这两个躲在一个屋子 什么屋子 side里面 那我就先围这个屋子 它是不是就可以写成d over dt 抱歉 不是d over dt 是不是相当于 d side t再加上t平方 除以 对这个屋子而言 side里面的变数是谁 这整个的叫做变数 然后 我再对这整个的变数 再来围你 那我们这边就是 这相当于 这边有个变数 叫做θ 这边有个变数 叫做θ 所以sine的微分 变cos 乘上 后面的这个 这个又可以用 第一个式子 两个函数相加的微分 变成为各自的微分 t的微分 变成1 再加上2t 答案出来了 对不对 假设这样写 有点搞混了 怕说以为 这两个相乘完之后 才去cos 你就把它移到前面来 解决了嘛 对不对 好 再更进一步 再更进一步 假设我们现在 要解决的是 这样子一个函数 它是先cos cos里面呢 有一个sine sine里面是t 再加上t平方 哇 这一看就是啊 你这个t加上t平方 躲在哪边 躲在一个sine的 第一层防护 外面还有一个cos的防护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分别了 一层一层 把你破解下去 不管你有几层的防护网 第一个 cos 里面的变数 是这一大堆 所以我就对着 这一大堆微分 微分 先把cos破解掉了 里面就是这一大串 好 然后呢 再把第二个还没有破解了 拿到后面来 继续来 再把它破解掉 最后面 就可以针对你自己了 不管你有几层 通通一层一层一层 把它沉下去 就是了 有一百层啊 你就把它一百层 把它一路地拨下去 就对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个相当于 这整个都是变数 这整个都是变数 相当于你只是在对 cos微分啊 cos微分等到负sine 直接写答案 都快跑出来了 只是它里面的变数 是什么 sine里面的t 再加上t平方 这第一个 乘上第二个 cos对这个微分 sine对这个微分 这整个都是变数 sine的微分变成 在乘上 后面 最后面剩下来的 t微分变一次方 变成1 ok 变0次方 所以变成1 t平方变成2t 答案就算出来了 所以完全解决掉 完美无缺 所以呢 假设我在问 一件事情 divolt dt x五四方加7 除以 抱歉 这本是t t的三四方 再加上是7t 会等于什么东西 你怎么办 这个就得给大家去思考 很简单的提醒大家 u除以v 可不可以看成 u乘上什么 v分之一 那你还不是等于 两个函数相乘 是不是上面这招 再用起来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这招 只是第二招的变形而已 没有什么 所以你真正 第一招 根本就直觉了 马上就可以记起来 第二招 稍微背一下 第三招 剥洋葱的方式 管它是几层 一层一层一层 把它拨进去就对了 那我们的v分 基本上 交到这个地方的运算 大部分都交完 OK 但是呢 函数不只是这几个啊 我们除了 正常的这个power law之外 正常的这个之外 还有sin cosine tangent 对不对 还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还没有讲过的呢 log 太棒了 这个还没有讲 还有个是什么 exponential的几次方 这个还没有讲 OK 那即使我们讲log的时候呢 这个 我先放在这边 我们一般不太喜欢用log 因为log代表它基底是10 对不对 log10就等于1嘛 OK 就等于1 那我们要稍稍微啊 把它变换一下 一个变数 买一个数字叫x ponential 叫1 OK 1 它是什么一个数字呢 它等于一个很奇特的 2.7 1 8 2 8 无穷旋软下去 的一个数字 它有什么好玩的呢 我们先看看 什么叫log log的意思就代表怎么样 log10 等于多少 1 大家一定记得 因为它基底是10 log10 基底 假设100呢 log100是等于多少 等于2 这什么意思 log10的意思 就问你一件事情 这个10是10的几次方 这10 上面这个10是这个基底的几次方 10当然是10的一次方 100是10的几次方 100相当于几个10相乘 当然是两个10相乘 就等于2 对不对 然后再来呢 log1000呢 是等于几个10相乘 当然是三个10相乘 就等于3 它只是问这件事情而已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 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个 log 但是我们基底呢 是1 这个时候 假设我们里面有一个数值 叫做x的 我们知道 各位高中都学过 它会等于什么 log10为基底的 x这个函数 除以log为10为基底的 那但是把原先这个exponential基底呢 放在这个地方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后面的分子 当然就是log10为10基底的x 那下面这个就相当于说 exponential会等于10的几次方 会等于它 10比1大 1等于2.717啊 所以这个一定要开根号 不 开根号看看几次方 二分之多少 然后它再分母 你再把它导数上去 最后得到的是2.303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啊 喜欢啊 把这整个东西呢 这个 把它定义 请大家记住 三条线的叫做定义 就是规定 一个特殊的符号来表示它 这叫做long ln而已 的x 所以你看到ln的意思 其实就是怎么样 基底唯一 exponential的log 就是这个意思 OK 我们把它记住一下 假如说呢 你把log long呢 画成一个图形 横坐标呢 我用x 我们刚刚说过啊 log 就是问题说 10到底是基底为10的 这个10的几次方 当然是一次方 所以呢 我们要是问说x log long x是代表什么意思 就等于x 是exponential的几次方 那exponential一次方 等于什么 就是exponential 就是2.7178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边要是放个 1 2 3 2.7178 大概在 这个地方 那它算起来数字 一定应该是1 对不对 你在2.7 这个地方是exponential 然后再来呢 就要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啦 1 假设x是等于1 就像那exponential几次方 会等于1 所有的东西 管你是什么鬼东西 它的0次方就会等于1 所以答案等于0 所以当你x是1的时候呢 它的数值就是0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画一下呢 你非常快速的 你可以画到这样子的一个曲线 当然我画的可能 未必是很漂亮啦 请各位就将就这点啦 OK 好 那这样子呢 你就得到这个式子 那我们来问一件事情 问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Dlogx Longx Dx 等于什么东西 等于什么东西 当然假设我写x为变数 你不太习惯 喜欢t为变数 也没关系 你就把x改成t呢 就恢复成前面的样子了 那没关系啊 我们就做一张图来看看啦 因为这个的意思就是要求取Longx的斜率嘛 你就把每个地方的斜率通通画起来就是了 你发觉一件事情啊 这个地方有个斜率 哦 这个斜率还蛮大的 对不对 过去之后呢 哎 斜率越来越平了 各位有没有看到 越来越平了 OK 每个地方的斜率越来越平 到了下面这个地方的时候啊 哇 斜率越来越大了 抱歉 这边画漂亮一点 斜率越来越大了 大到都快要变成锤子变得无穷大了 几几乎弯啊 所以你把这整个数字拼起来的结果呢 你发觉一件事情 它会等于什么 x分之一 1的时候呢 它的斜率刚好就是1 45度角 你看画起来也差不多 所以这x的增加 斜率越来越平 越来越平 到无穷远的地方 差不多等于0了 就等于是完全平了 无穷远的地方 是不是无穷无缘分之一就等于0 比1小的地方 比1小的导数 就等于比1大 它斜率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非常非常靠近0的地方的时候 是不是斜率几乎是垂直的 x非常靠近0的时候 是不是斜率是无穷大 那这样子就能够表示它 所以呢 我们喜欢用什么 long 自然对数 OK 所以我们这边呢 要写成long t 它的微分呢 就变成t分之一 非常简单 每个人都喜欢这个 爱得不得了啊 对不对 很棒的一件事情 OK 那既然我们已经学过这个了 那现在呢 我们要开始做一点点数学游戏 我们来这边看一看哦 假设是log 的x 我写在这边 他问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10的几次方 会等于x 10的一次方 等于x 那对吧 你怎么是10 100就是10的二次方 所以这个问的是说 你这个x 是等于exponential的几次方 会等于x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很想问啊 x的某一个次方 那我来微分会发生什么事情 exponential的函数会怎么做 OK 好来 我们来玩一件事情 Now 我们来 看这个 函数 y of x 就等于x a的x次方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我们对它直接取 两边 各取 怎么样 都做同样的事情 那等号还是存在 左边呢 对它取自然对数 右边也对它取自然对数 对不对 那这个呢 根据log 管理基底是多少 他们都有同样的运作方式 它可以显成这个样 然后呢 这个是等号 我两边都对它做 导函数 那所以等号还是成立啊 对不对 那你看看 这个是什么 假设我们写下来 这个是不是等于 第一 我们分别计算 long的yy y是什么 a的x次方 那是不是你 你想要 vx 但是x呢 却埋在一个东西里面 外面包覆着 一个lock 好像你 有个防护层 把你罩住一样 所以你根本就 永远无法 v这个东西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看看 那代表y的本身就是它啦 那我们先v你整体嘛 总该可以嘛 所以是不是代表说 我们这个呢 可以这样子写 我不要一开始对x 我先对yv 然后再把y对xv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交的 第四个公式 那右边呢 是不是相当于两个相乘 或者只有一个 因为a是常数嘛 a是常数啊 所以long的a呢 也是常数 所以只是一个常数 乘上一个x 然后对x微分 那基本上 x的一次方 一微分完 就变成x的零次方 就没有x的 1摆下来是1 所以这个地方算下来的结果 等于long a 对不对 等于long a 那这个还可以更进一步啊 long y对y的导言数是什么 long x对x的导言数 就等于x分之一啊 那这个地方不就变成y分之一 它会等于什么 long a 基数哦 我现在两边都做同样的事情哦 所以这等号一直都存在哦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不是可以等于这样子 所以我更进一步了 我来写一件事情 dy dx 是不是可以写成v y乘过来 y乘上long a right 就这么简单嘛 ok 就这么简单 那y是什么东西 不要忘掉 我们刚刚是写a的x次方 所以你这边可不可以把它 y把它带进来 a的x次方 over the x 要等于 y是a的x次方 乘上long a 对不对 这个一微分 我们根本就不晓得应当怎么微 不好微耶 因为它变数是在它的指数上面啊 它已经告诉你 微起来就是能够这样子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公式 也可以 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看 因为a是一个常数 它也没说是什么 我能不能说a 就刚刚好就是x exponential呢 我用exponential来代替 它这个公式还是存在的啊 那这样子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你会得到的 第一的exponential x次方 除以dx 会等于什么东西 这边是不是等于exponential x次方 log的exponential 对不对 log是什么意思 long的 指的是以exponential为基底的 这个才叫做long 所以x呢 它会问你一件事 exponential的几次方会等于x 这个呢 就相当于问你 exponential的几次方会等于exponential 10的几次方会等于10 当然是1啦 5的几次方会等于5 当然是1啦 所以exponential几次方会等于1 exponential 当然就是1嘛 答案就是它 所以你又得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公式 假设我们有exponential t 它的v分呢 完全不变 就是它自己 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把很多东西 一个一个把它算完 OK 好 算到这边之后呢 基本上我们大部分的数学 都教完了 就是微分的部分都教完了 但是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微分到底是干嘛 我没有说过 做个微分 基本上只是求取这个函数本身的 在某个点上面的斜率而已 斜率 那斜率能干什么 你说在物理上面有速度 除了速度之外 能够干嘛呢 还有个很重要的地方 它可以让我们求得 一个函数的极大值 或者是极小值 OK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 我们要怎么弄它 所以我们将这个公式呢 列在左边这边 完全不动 请大家务必把它背起来 OK 让这整个过程啊 纵使不熟悉 你多看几次 它就熟悉了 好像呢 很多同学呢 都没有来过高雄 所以头一次来的时候 很紧张啊 那你来高雄一阵子 你就不紧张了 因为你就熟悉了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要到庙盒去吃饭 到爱河去散步 去看电影 都变反射动作了 OK 一点都不紧张 所以各位现在有点紧张 很正常 好好享受一下 因为两三下子 你就熟练了 OK 就不紧张了 好 我们来找一个叫做 极值的东西 OK 什么叫做极值 我们来画几个图 我们看一看 我们都从观察开始 然后呢 我们很快啦 就可以找到 就可以找到一个 关联性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事情了 这样子好了 Y呢 都跟着X变化好了 我们先这样子写 好不好 这样子呢 反正X是个变数嘛 管它是T还是什么的 我们随便定义 假设有个函数是这样子 F of X 那你告诉我 这个函数的 有没有几值 你说有有有有有 这么有个几大值 你看看 这么是最高的嘛 好像一个山 有没有山峰 当然有了 你有没有看过哪个山 没有山峰的 当然一个山有山峰了 所以这个山峰呢 我们就很想问一件事情 哇 这个太好玩了 第一件事情 山峰在什么地方 X0在哪边 第二个 它有多高 对不对 这是我们很想要知道的 第二件事情 假设有一个是这样 有个函数是这样 这个函数呢 是G of X 这一看 它有没有几值 有有有有 它有个几小值 它有个山峰 山峰一定有最低点嘛 对不对 好 最低点呢 我们要从这边画下来 请问一下 最低点 在哪边 最低点 到底是多低呢 请你告诉我一下 我可不可以问这个问题 那你怎么来求它 当然我们讲到现在 大家都了解 我们在讲微分 所以微分 基本上就只是邪律 邪律能干嘛 我们发觉一件事情 邪律跟这个 极大值有关系 跟这个极小值有关系 邪律就是这条曲线 每一个地方的邪律 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不管生气的事情 极大值 这门邪律是等于什么 画得不太漂亮 对不对 水平 极小值的地方怎么样 也是水平 也就在极值的地方 他们的邪律 统统都是水平 等于零 邪律等于零 OK 所以我们就可不可以 从这个找手 假设有个函数 你不晓得什么地方 几大值 或者是几小值 我管他了 我先求他的邪律 邪律为零了那一点 不知几大值 就几小值 很容易嘛 对不对 那邪律怎么求 简单啊 邪律又直接对他 做个导函数就是 这不就把邪律 求出来了吗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看看 X0 V 我用白色的 X0是蓝色 FX 是极大值 所在的 极大值的所在 那么 F X0 为 极大值 仔细的观察 在 X0处 FX 之 斜律 为零 假许 假设我们用同样的 描述下面这个 我们说 X0 为 G 之 极 小值 那么 FX0 就是 极小值 对不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 在 X0处 抱歉 这不是F of X 是G of X 斜律 为 还是一样 零 OK 这零我用蓝色 OK 来表达他的强力 所以很简单 所以我只要求到他的斜律 是零的 这个equation 把他建构起来 我就可以解这个equation 就把他解出来 就得到X0 是什么地方 然后最后带回来 不就得到他的 极小值或极大值 right 这是观察的结果嘛 我们利用观察结果 我们来找出他 对不对 OK 所以这样子呢 就很简单 所以我们要找他 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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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 极极 我们要怎么做 第一个 求他的斜律 斜律是什么 就是微分嘛 假设是F of X 就对X微分 看看他到底什么地方等给你 这样就建构出一个equation 出来 打个比方 好不好 假设 F of X 等于一个泡物线 比如说是 2X 再加上3X平方 比如说这样子 那我要建构这个equation 是不是把D 2X 再加上3X平方 DX 那我让他一定要等于0 因为等于0的那个点 就是他极止发生地 所以这一微分之后 他会等于多少 2 再加上 3是常数 保留 X平方 平方就2 移下来 2乘3 乘上X的 2减1 就等于X 让他等于0 是不是2加上6 X等于0 那就简单了 那我们会等于什么 X会等于什么东西 负的六分之二 等于负的三分之一 X在 这里点呢 就叫做X0 X0就等于负的三分之一 我就知道了 所以呢 我有这个呢 式子呢 就可以得到 X0 最后面的极止呢 就是什么 F X0 带进来 就对了 解决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一个邪律 能够让我们找到哪边 叫做顶点 邪律为0的那点 基本上就是 点点 或者是 顾的最低的所在 所以从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样子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idea OK 当然了 你求出X0出来 带进去 你会得到极止 但是可能有个问题 这个极止是 极小子还是极大子 极小子还是极大子 我们当然不知道 所以没关系 谁怕谁 再观察嘛 再找一个方程师来看看 我们发觉这个观察 可以给我们很重要的感觉 这个感觉啊 就能够决定 我们要怎么来解决掉 一个问题 OK 我们来看看 怎么样感觉一下 好不好 我们来画 Sine跟Cosine的微分 我们刚刚不是说 微一次微两次吗 咱们来微个它两次 看看怎么样 一次一次把它微下来 OK 假设这边是θ 第一个呢 Sineθ 抱歉 没关系 我就用白色的好了 OK 所以我们知道 Sine呢 第一个在二分之π的地方呢 有个极大子 在π的地方有极等于0 在二分之三π的地方呢 有个极小子 在二π的地方 又恢复成0 反正它是个周期性函数嘛 好 那我们来画一个 请问一下 它第一阶的导函数 微头一次 Sine微完变成什么 Sine微完变成什么 Cosine啊 我先把这个线画好 OK 它就得到一个cosine OK 它会得到一个cosine 好 这是黄色的 就代表微一次 对不对 好 微完之后 咱们再微一次 所以这个呢 基本上就是cosine 上面这个呢 Sine Sine微一次变cosine Cosine再微下去 变成什么 负Sine 所以呢 我们可以继续把图画下去 FuSine就是 这个的颠倒嘛 你0的地方 我还是0 你正义的地方 我变负1 所以是不是我变成这样 好 我们为什么要画这个 当然它可以给我们一些information 我们来看看几个重要的 Sine这里面 谁是极大值 啊 这一点是极大值 对不对 它所在地 在这二分之拍的地方 什么地方是几小值 这个地方是几小值 二分之三拍的地方是几小值 我们说 极大值 极小值 斜率都是0 斜率就是微分 所以这一点的斜率 是不是刚才能给0 没错啊 它是0的 这一点呢 也是0的 一点都没有错 但在微下去 是很好玩哦 微下去它会得到个负的数值 这一点呢 会变正的数值 抱歉 正的数值 对不对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Sine 在这个位置 跟在这个位置 有什么数值呢 Sine Fida 在这个位置 是极大值 一 在三角形的 这边是极小 Cosine呢 它告诉我们 在这两个极大极小的地方 通通都是0 所以0的地方不是极大就极小 非常合理 但再来呢 在微一次的时候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在极大值的地方呢 这个数值是负的 你看到没 从0以下的 它是小于0 在极小的地方 却是大于0 所以假设你能够用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方式 把极大值 或极小值的位置 极值所在地求出来 同时求到极值 你还搞不清楚 它是极大极小的时候呢 很简单 对它做两阶微分 微分完之后呢 把这个位置丢进去 看看它到底是大于0 还是小于0 小于0的 那你一定是极大值 大于0的 你一定是极小值 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呢 形成一个对比的状态 所以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用 很简单的微分啊 来求取所谓的极大 跟所谓的极小 OK 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让大家呢 有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好 那现在呢 剩下 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要跟大家交代 那我将这边呢 稍稍微呢 把它写小一点 因为我们现在啊 不需要那么大的 因为待会儿呢 我们啊 还要 来介绍其他东西 加法的 我们就把它写在这边 OK 成法的呢 我们也把它写上去 写小一点 好 记住哦 前面不动 微后面 再加上 后面不动 微前面 好 除了呢 不写了 因为除了跟成了一样的东西 然后呢 再剥洋葱 另外一个 D over D T的 W U T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 先对 外围 最外围的 先积它第一层 微它第一层 再 对里面 那一层 一路的拨下去 最后把它围完 这个 有个很重要的名称 叫做 Chen Rue Chen 好像个绳子 OK 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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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环一环 环环相扣 这样一直扣下去 但我比较喜欢用洋葱模型 因为你从外面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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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内 把它解决掉 OK 好 那微分呢 有很多个微分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这边就写一个简单的 微分的 比如说三次放一个微分 那写U好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 对U啊 连微三次 第一次 微完之后 再微第二次 微完之后 再微第三次 反正有几个 你就微几次 记住 三斜的地方 第一个应该 第一个上标 第二个T的上标 OK 这样子就好了 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极子呢 运作呢 怎么求 第一个 假设有个函数 是U OK UT的极子怎么求 第一个 STEP1 STEP1 建构一个equation DUT DT 让它等于0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求出 这个时候的T呢 就是等于T0 就是等于T0 极子所在 No STEP2 第二个步骤 将它摆进来 U T0 直接算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什么 极子 只是不想是极大指 还是极小指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用STEP3 先对它做两次微分 你看看 这么一次微分 再做一次 做完之后 我们把T呢 用T0带进去 假设它得到的是小于0 那就代表 UT呢 是极大 假设是大于0 就代表UT0呢 是极小 解决 再来一点小的东西 既然你都已经知道这些了 我们来介绍 第二个东西 这个对我们很多地方的判断 很重要 尤其呢 我们物理啊 不可能啊 凡事都可以完全把它解出来 我们总是要在某些状况下面 把它逼近到一个近视的 近视的 那就可以让我们了解 这整个物体的 绝大部分的行为 这样子就好了 OK 好像说我们的股票可能跟美国联动 美国要是跌了 我们大概八九不离成 不离十 大概有七八成的几率会跌 那我们看美国股票 就可以预测我们今天股票的行为 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正确度 那这个就很重要一个讯息了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种 逼近到一个极限的一种状况 OK 我们来看看 跟大家介绍一下 Taylor的什么 展开 它是告诉我们说 有个函数要是这样 假设它是可以微分的 它是可以有横导数的 我可以对着某个点 展开来 那么它可以写成什么 这样子的方式 一直下去 当然你要确保展开来 它是收敛的 要不然加起来 比它大还得了 这等号就不存在了 所以呢 一定是在某些状态下面 你可以这样子做 也就是说 我这个东西可以一路的 这样子微分下去 它都不会发散掉 OK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F of X 对象展开来 其中有一个呢 是什么意思 要跟大家讲一下 比如说这个 这个 代表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先对F 因为F是X的函数 先对X微分 微完分之后呢 把X用X0带进去 所以同理可证啊 假设呢 是两次方微分的 F of X0 比如说这个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你先对F of X 两次方微分 微完之后呢 X用X0带进去 就可以了 OK 上面这个 是对X0的展开 那你说我能不能 对零点来展开 零点我们也蛮感兴趣的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可能 我们也可以对零点 当然可以啊 你要对哪一点展开 你要自己去做决定 对你感兴趣的那一点 或奇特的那一点 去展开来 比如说对零点展开来 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请大家将这个公式 一定要记起来 第一个 就是F 你对哪一点展开来 就把那一点的 带进去 加上 X来减掉那一点 减掉你感兴趣的那一点 你要展开来的那一点 或者是零 那就是自己 除以 第一次 做这样的事情 就一阶层 第二次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二阶层 第三次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第三阶层 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X减到X0 一次方 第二次做 就二次方 第三次做 就三次方 后面层上呢 它的第一次的微分 微分完之后 把X0带进去 微两次 第二次做的时候 微两次 然后再把X0带进去 第三次做的时候 微三次 再把X0带进去 你就可以把这个公式 背起来 好 我们来看一件事情 以前呢 我们常常都说 Sine Theta 可以写 非常非常近似于 什么样 Theta If Theta 小于五度 什么时候会这样做 简协震荡的时候 我们都这样讲嘛 对不对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讲呢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 Theta来取代Sine Sine Theta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做 不行 你把它展开来看看 好 我们就把它展开来 Sine Theta 我们把它展开来 对谁展开来 假设先对Theta 展开来 你是不是得到Sine Theta 加上 Theta 减掉Theta 的一次方阶层 乘上Sine的一次方微分 Sine的一次方微分 然后再把Theta 用成Theta 对不对 再加上 Theta减掉 Theta 0的平方 第二次做 所以是2的阶层 然后这边就 微两次 之后呢 把Theta 用Theta 带进去 好 我们直接把它做 它是不是变成Sine Theta 再加上 Theta 减掉 Theta 除以1 Sine 微分变Cosine 就变Cosine 的Theta 再加上 Theta 减掉 Theta 0的平方 除以2的阶层 这个微两次 就代表 你微完了第一次 之后 再微它 Cosine的 微下去 变成F Sine 变成F 的Sine Theta 对不对 再来呢 三次方的呢 Theta 减掉 Theta 0的三次方 除以3的阶层 三次方的 三次的微分 就它再微一次 会变成F 的 Cosine Theta 0 一路下去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看 假设我们今天 Let 我们Expansion 的点 是等于0 我们对0点 来展开来 第一个 Sine 0 就等于0 Theta 减掉0 就是Theta 对不对 除以1 Cosine 的0 就等于1 再加上 Theta 减掉0 就等于Theta 的平方 除以2阶层 F Sine Theta 抱歉 F乘上0 再加上 Theta 的三次方 除以3阶层 F的 Cosine Cosine 0 等于1 负1 它会变成什么东西 这个不见了 这个有 Theta 加上 这一项0 乘起来又没了 这一项有没有 有 它变成减的 减掉什么东西 Theta 三次方 除以3阶层 你发觉 四四项又不见了 五四项又有了 这样一路下去 你可以得到 Sine Theta 可以写成这样子 假设Theta 等于三度 三度是等于多少 进度量是等于多少 0.0524个Radian 进度量 所以呢 Sine Theta 会等于什么东西 根据这边的四值 我可以写成Theta 减掉 三阶层分之 Theta 三次方 再加上 点点点 Sine 三度 等于多少 等于0.05233 OK Theta呢 等于多少 记住 Sine Theta Theta 一定要进度量 所以这个Theta 当然是进度量 0.0524 你发觉 这个Theta 比这个 大一点点 对不对 差到多少 0.00007 你看 差这么小 它比它大一点 所以要减掉 对不对 减到Theta的三四方 我惨了 0.0524的三四方 等于多少 最后再除以三阶层 除以六 你得到是 0.0001435 你发现它会减的过多 然后它又加回来 又加过多一点 又要减回去 它不管怎么样 你看看 这个0.05 这个0.0001 这个太小了吧 我可不可以说 这个数字几几乎 就是等于0.0524 所以用equation来讲的话 我前面是什么 SineTheta 这边是什么 就是Theta IfTheta够小的话 那我们这个式子 就可以用泰勒展开来之后呢 把高次向通通都丢掉 因为它太小了嘛 所以跟第一项比起来 根本就没有感觉 算了算了算了 把它丢掉 我说这个近视 还蛮正确 你就可以这样子做 假如这个角度不是很小 但是又没那么大 你可以保留个一次的修正项 或者保留两次的修正项 都可以 那总之 它可以让你这个SineTheta 在这个极端的状态下面 直接用Theta来算就好了 那你的equation 就会变得很简单